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不管您住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 这几个星期应该都听说过 发生在台北市施打夜市的争议 最近几年这里有越来越多的商店进驻 每天都吸引大批的观光人潮 而当地的住户终于受不了噪音跟空气污染 发出了怒吼 要求台北市政府赶快把商圈牵走 但是有另外的艺文界人士跟观光客认为 这么有趣的巷弄文化不应该就此消失 而台北市政府目前的态度就是依法行政 按照规定 六米以下的巷道就是不能够经营餐饮业 但是这样的规定 能不能符合时代变迁的需求 还有台湾住商混合的习惯呢 现在就让独立特派员的镜头 带您一起去找答案 十大商圈即将吹起席灯号 我们是希望政府站出来来辅导我们 不是说开闸我们 那现在呢 整个实在是吵得 入侵整个这样过来 连我们这条巷子原来通通没有电影 就这一两年才开的 大型的机具缓缓升起 小心翼翼地将招牌拆除 工作人员缝爬上 市长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我们依法执行的立场没有改变 这就是最无能的政府 他倒逼得最后没办法 再搬出来一个叫依法行政 我确定这个时候就三败俱伤 这真是叫无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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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美食先几天要消失了 到这个院底 我们要做一个完美的院底 谢谢 好 晚上八点钟 热闹的世大商圈 闪了灯 近四百个世大商圈的店家 以关灯行动 燃起了世大商圈 助商争议的热火 我不要走 哈龙兵 我不要走 我爱死的 我不要走 哈龙兵 就很有意义 而且是外国人带头喊 就还蛮感动的 满街的仙女棒代表商家争取生存空间的希望之火 一国美食街的招牌还处理着 街上有一半以上的店家 却已经收到台北市政府勒令停业的通知 悬挂在店门口的房丝带 一叠叠的联署书 是守护师大商圈联盟发起的行动 在浦城街营业12年的韩国华侨宇和平 店门口依旧大排长龙 他在脸上却没有丝毫笑容 我只觉得很无奈很不公平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12 不要说我在这边12年 这条街已经经营了将近三四十年的 三四十年的岁月 市政府就在这一两个月来取缔我们 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很无奈 那这三四十年市政府都在做什么 余和平已经接到第一张 勒令停业的六万元罚单 接下来三月中是第二张 店家和房东各付十五万元的罚单 不想连累房东 他选择期限那些业 你说这边的店租炒得很高啊 可是我们房东不是这个样子啊 他很支持我们 我十几年来的房租是始终如一的啊 就是业者跟屋主各时 面临同样危机的 还有八年前从印度卖了房子 到师大商圈开了三家店的Andy 台北市政府啊 如果说我这边不可以做生意啊 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啊 我有三十个员工 他们后面有三十个家人啊 好野蛮的啦 好野蛮的啦 当然还是会担心啊 对啊 因为没有工作 那还是要去找工作 我还没工作啦 不到六米的巷道急忙的人 年轻人忙着拿手机相机 要记录可能消失的师大商圈 拍一下遗迹 打卡打卡 因为以后不会来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好像要关了 师大商圈存在由来已久 以往各式各样的商家 满足了师大师生和居民的生活需求 很多小吃店更是一待几十年老字号 充满一文气息的店家 也成了观光客流连忘返的景点 但这三五年来 师大商圈的生活机能 却已经逐客一位 大概从三五年前所有的商家 当以小吃跟文化服务为主 大概三四百家 那这两年其实已经暴增到六七百家 发有六百多家 那除了量的改变之外 其实值得改变也很重要 就刚才讲 从社区的从大学相关 变成全国性的休闲的 那甚至服装类这几年的觉醒 其实让很多可能师生觉得 还不错的商家 他们因为负担不起租金而只好被迫迁移 商圈质量的改变 再加上观光局将师大列入观光夜市景点 人潮带来的前潮 让商圈范围无限制大幅蔓延 留给居民的却是油烟噪音和垃圾 恶化的生活品质 让住在这里的人忍无可忍 居民现在希望说 外表巴士一天永远巴士 还我亲应家园 民国七十年就搬到师大的林昆河 最清楚师大商圈三十年来经历的巨大变化 他说当年看上了是师大充满意文气息的幽静环境 没想到现在在自己家里 却连开窗的自由都没有 你看我们窗户通通关起来 窗户都关起来都没办法开 从中午以后到半夜都没办法开 有一次嫁入出去晚九点多出去 我忘记关了 结果回来整个屋内通通是味道 油烟味道 好难闻我赶快窗户通通打开 那边也都打开 结果还是没办法消 结果煮好把搓油烟机打开 让它搓出去 林昆河说自己住在七楼都不声其扰 更别说二三楼的邻居了 不止油烟噪音 因为商家蔓延 街弄巷道全都是摩托车 居民进出困难 现在你看看 他做生意前面也不给人家停 那边做生意也不给人家停 那边也不给人家停 都变成停摩托车 就是外来客人 年轻人骑摩托车来消费 都是这样 那我们停车品质更快 带着小朋友的妈妈说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孩子 可以安静快乐成长的社区 都是空气变清新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那么吵杂 然后也不会有安全的问题 对 因为一些小巷弄里面 然后整排都是厨房 然后有油烟以外 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安全的疑虑 十大居民自救会诉求明确 铁的心要店家全面退出住宅区 就把生意就是延伸到马路旁边 所以就一吵出来就很吵 到凌晨两三点 这种可以吗 我是说一切一碗 里面的不行都不行 六米以下就不行 居民要生活品质 商家求生存空间 让师大商圈的问题远比双方的诉求 还要复杂 这个人车穿流不洗的师大公园 三十多年前餐车摊贩群聚 是整个商圈的起点 那民国其实六年皇上大洲市长 那时候为了做试容整顿 所以把店家这些摊贩就扫荡掉 对啊 但是这店家扫荡掉之后 他还是要生存 要生活啊 所以他开始往巷弄内跑 所以他就开始会走到这个巷弄里面 有能力的他就租店面 没有能力的他可能会站路边 变成固定摊板 龙泉街跟云河街 这个街块延伸出去 这一块是合法的商圈 合法的商医特 在这个范围 这边是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 其实就是属于住宅区的范围 对 所以这边是合法 这边是違法 然而合法非法的界线 早已被人潮和前朝淹没 变模糊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是几米巷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住宅区还是商业区 其实一般人在这个事件之前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里长讲说我都不知道 像这条到底几米巷 这条云河街 这个我们去查了才知道 这一条是五米四五 对啊 也就是说这条是 基本上是任何商店都不能应该有的 可是 对 但是这边最起码二三十家店家 对 施大商圈中唯一有合法商业区的龙泉里 里长庞维良走在街上 跟他打招呼的民众身份相当多元 再加上都更议题 交叉利益一直复杂超乎想象 他可能是纯居民 他纯居民又分他是住在这个重灾区的居民 跟没有在重灾区的居民 他的感受度有差别 然后咧 那有可能这个居民他是居民兼房东 或者是他居民搞不好他兼店家 他的角色都可能会是有的 对啊 所以在这边的意见就会蛮分歧的 从五万到十万又喊到十五万 现在说喊到五十五万了 一楼啦 然后居民上的人再遭殃了 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 利害关系错综复杂 也让施大商圈争议蒙上不少阴影 除了店家和居民互控遭到恐吓外 连入口的施大商圈招牌 都莫名其妙了被拆走不见 对啊 然后这个是这几天廉价 几天不见的 对啊 施大商圈被谁偷走了 我也不知道 夏祝九说 施大商圈争议中 台北市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消极态度 让居民和商家间的抗争极尽失控 市府如果不能找出有创意的解决方式 那么将三败拒伤 要求政府去取缔 其实也是自取其入 那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夜市 摊贩 这台湾是那个举市有名 也变成我们的特色了 逼得市政府要什么依法取缔 我觉得那就糟了 这样台北市取缔完了 台北市特色也没有了 市政府取缔过程一定很辛苦 搞得不愉快 市政府受伤 居民也受伤 那个店家同样受伤 最后台北市也不像台北市了 这就是山苏 台北市变得也不安居 不能安居 也不能乐业 这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 夏祝九强调 市大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是推动城市价值观重要的力量 不过台北市府依据的都市计划法 是沿袭西方分区使用的概念 在都市生活上会形成一种空间隔离 更和东方文化向来住商混绝的传统不同 如果依据法令 六名以下道路不能开设商家 那么光是市大商圈683个店家 就有356家是违法 比例接近1分之1 甚至整个台北市都是未报的地雷区 站在台北街头 举目看去都是非法 哪有什么百分之百合法 我觉得他们点了一把文化的野火 让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跟台湾其他城市 长久以来共同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 台湾传统所谓混合使用的都市生活方式 跟来自西方这个土地分区使用管制 的长期水土不符的制度问题 市大商圈的野火已经延烧 修法缓不济及 市府的窘境如何解套 透过民间团体重启对话平台 或许能找到出路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积极的 有作为的 能够让相关 利益相关的人 甚至是市大学生 甚至是市民 都要能够参与进来 那这个时候最好是委托一个有沟通协调能力的一个NGO团体或者NPU团体 由他们跟市政府协助市政府提供个平台 一个参与式的平台 要重启对话 前提是大家愿意坐下来谈 石大教授吴振仲强调 商家得以自律的具体行动拿出诚意来沟通 他们到自觉的退场或集体的抗议等等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许商家的组织跟展现诚意 譬如说暂时协业一个礼拜 甚至暂时协业一个月 甚至合法违法跟商家跟谈判之间 其实他们内部要有一些检讨跟提升的机制 就是到底哪些是可以融入 就是说混合使用其实不是混乱 它是mix use不是kartics 所以要混合不乱 那才是混合的真谛 谈根错节和由来已久的问题 需要更多时间彼此了解和对话 下注酒以日本知名景点资鹤县黑壁广场为例 商家和居民甚至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 来维护环境及审查新来变加了资格 因此台北市政府必须勇于面对 倾听多方声音 协助唤起店家和居民对师大商劝了认同 亦共生共荣的情感 与市民在一起做都市设计 做社区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能的 这样有了这样的基础 不但师大业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青天街温州街 整个都可以改善 在这个基础上台北市更可以申请世界设计制度 台北市政府已经由副市长陈雄文领军成立专案小组 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师大商圈争议的方法 拿回被房地产仲介投机炒作的主导权 重新评浅优质商家和社区定位 有机会成为台湾类似商圈的转型典范 师大商圈烧起一把庶民文化与政策矛盾间牢扩 这把火将把师大商圈带往毁灭或重生 需要社区的共识和地方政府的智慧